同学们好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设计系的龙任老师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界面设计的基础理论 了解了界面设计的概念 发展历程 基本原则 与相关术语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二章的内容 认识用户界面设计与用户体验 我们主要通过本小节的学习 了解体验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认识用户体验 我们在第一章学习过用户体验就是UX 而用户体验设计作为设计领域的一个新型分支 发展历程不算悠久 从早期我们说的设计以产品为中心的理念 到后来发生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转变 其实用户体验这个概念最早在工业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 以前插线板的插口很多 但是由于插口和插口之间的距离较近 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相邻的两个插口往往只能使用其中一个 如图是一个可以从多个面插入插头的立体插座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在界面设计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Orange Earth系统的用户体验在探索未来的模样 期望从用户体验出发带给用户极致的感受 它以滑龙道的结构为灵感 将这种结构进化为全新的网格体系 滑龙网格 通过最小单位创造出不同的组合 为主页面的原子组件体系提供了支撑 因为用户在获取信息时 希望它是丰富的、快捷的和直观的 所以它将信息以更友好的方式呈现在主页 Orange Earth首次提出零层级的概念 很多时候用户都不需要离开主屏 所以它通过用户体验设计 帮助用户以更加立体的方式 探索这个熟悉的世界 那么用户体验具体是什么 或者说用户体验具体研究什么内容呢 根据JESIC的用户体验要素 用户体验包含了五个要素 用五个层级来体现 即表现层、框架层、结构层、范围层 和战略层 表现层是最直观的层级 打开一个APP 所有形状、文字、色彩都属于这一层面 表现层决定了用户的第一印象 框架层体现了页面的结构和布局 例如Banner的位置 按钮的位置 页面布局要符合用户习惯 比如将重要信息放在最佳的视域 结构层相对于框架层较为抽象 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连接 框架层是针对于单页面的结构设计 而结构层则是将单页面连接在一起 从而形成了系统 例如APP的框架层 决定了你点击页面的icon 或按钮后页面跳转到哪一页 范围层可以理解为产品的功能及特性 范围层一般是由需求决定 需求则是从用户中分析提炼而来的 视频介绍了MIUI 12相机的功能 其中包括调节尺寸 魔法分身 魔法忘花筒 清晰放大的功能及特性 成功的用户体验 其基础是一个被明确表达的战略 知道企业与用户双方对产品的期许和目标 有助于确定用户体验各方面战略的制定 例如微信的地位是熟人社交 而sore是陌生人社交 两个不同的地位决定了用户不同的需求 总结一下 对于用户体验来说 需要负责产品的用户需求把握 视觉呈现优化和使用体验的提升 其实这就是解决三类问题 需求挖掘 产品设计和界面设计的问题 需求挖掘 通过研究用户和数据分析 挖掘用户需求 收集用户反馈 然后定义产品的初始形态 通过各种分析和研究 深入了解用户特征 用户行为 习惯等 从而为产品运营推广 设计策略等提供必要的方向和支持 用户研究员日常的工作 可能有市场分析 净品分析 创建人物角色卡 问卷调查 焦点小组访谈 用户访谈 可用性测试等等 用户体验领域 具有广泛的研究方法 可以通过态度与行为 定性与定量的维度 对用户研究的方法 进行分析和归纳 从态度与行为的维度来看 可以通过将 人们说什么 与人们做什么 进行对比 来总结这两种行为的区别 行为层面 主要关注行为的方法 旨在了解用户 对所涉及的产品 或服务的行为 例如 AB测试 将网站设计的更改 呈现给网站访问者 的随机样本 用来查看不同网站设计 选择对行为的影响 而眼动追踪 旨在了解用户的视觉状态 了解用户如何 与界面进行交互 态度层面 即用户主动反馈的信息 例如卡片分类 帮助设计或评估信息体系的结构 参与者将不同项目的卡片进行分类 根据卡片分类的结果 来确定如何对网站上的信息 进行分组和标记 交点小组 用于收集用户的反馈以及观点 参与者在一个房间里 进行有关主题的指导性讨论 从定性与定量的维度来看 定性方法更适合回答 关于为什么或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 而定量的方法 则可以更好地回答问题的数量和类型 本质上 定性的研究会基于直接观察 来生成有关行为或态度的数据 例如可用性研究 研究能源直接观察人们如何使用 或不使用的技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定量方法通常是从数学分析中得出来的 因为数据收集工具会捕获大量数据 更多调研的方法与内容 我们也会在第三章节进行学习 产品设计貌视产品经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实际上用户体验设计同样也要参与兴趣 要结合多个角度去考虑具体的设计 包括产品的架构 用户需求 市场目标 需要用户体验设计师 把用户需求进行拆解 然后融入到产品经理的整体设计中 皮影三国 是一款皮影介绍推广类的APP APP将动画和皮影结合起来 用讲故事的方式对皮影文化进行表达 通过不断丧滑的交互 慢慢揭开场景的序幕 同时用户可以自由制作皮影的样式 让观众在欣赏唯美皮影的同时 更深刻感受到传统皮影的文化魅力 产品的用户界面设计 是用户体验设计师 充分把自己的专业性落实的地方 从交互设计到视觉设计 每一个细节都要以用户体验为目标 指导设计的执行 用户体验需要用户研究员 交互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把一款互联网产品 从一份文档或功能列表 转化为交互流程图 界面交互原型 带有视觉效果和动效的高保真原型 界面设计视觉呈现的优化 需要具备交互知识与良好的审美感觉 通过简洁 美观 友好的界面 引导用户完成操作 增加用户的粘性 UX视觉中最重要的 就是视觉的层次结构 不好的层次结构 让用户难以找到焦点 那么UX视觉是如何呈现 视觉层次结构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法 颜色和对比度 比例与分组 首先 颜色和对比度 颜色的应用会使某些元素 看起来更靠前 而另一些元素退后 从而确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内容 MoMo的主页 使用颜色来传达层次结构 右上角的绿色连接 与灰标下面的黑色连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鲜艳的颜色自然会脱颖而出 因此 可以用在重要的信息 较大的元素 会更加突出 并吸引用户的注意 因此大小用于重要性的标记 如图 该页面的用户体验设计 将它的视觉层次结构 通过字体的大小进行传达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品牌形象 IP设计的标题 因为它是加出的足够大的字体 隐私或显示的分组 有助于我们查看页面的层次结构 有效的视觉优化 能够使我们将注意力 转移到与目标有关的区域 例如自愈课堂的APP界面 增加了每个段落之间的空间 较好的区分教师信息 课程内容 课程安排 帮助用户看到这种分层的空间模式 视觉设计的具体内容 我们会在六章节进行详细的学习 从上述用户体验的概念 与用户体验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看出 在如今互联网红利期已过 体验经济时代到来 重视体验已然成为必然的趋势 而用户体验不仅仅是 停留在表现层、框架层 它也是深入到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等 唯有把握用户的需求 优化视觉的呈现 提升使用体验 才能成为产品或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学们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UI和UX的设计趋势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业设计系的龙任老师 上一小节我们体验了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本小节让我们一起了解当前UI、UX的流行趋势 前面学习了UI、UX的相关概念 UI主要是从视觉呈现维度 对软件的人机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进行整体设计 而UX设计的重点在于营造良好的用户体验 其核心是用户 根据用户的习惯 安排整个网站页面的内容规划 UX更偏向于体验优化的维度 去解决需求问题 好的UI设计会首先让用户享受界面带来的视觉美感 让我们一同先来了解当前UI设计的流行趋势 当前多维度的3D趋势与UI界面的融合 制造了丰富的空间感 增强了美观度 让页面更加吸引人 如果说3D插画大多出现在设计稿中 比较难落地 那么3D图标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它新颖、简约而具备趣味性 以这个重构的计算器 Icon为例来进行分解 先建出模型 然后填射 加材质和灯光 在3D环境下 这一切都比2D环境下简单了 而且视觉效果更佳 质感更加薄满 制造出了多种不同的视觉体验 从图标的演变来看 早期的重度礼物风格 更强调纹理质感 而落化色彩 刻画了一个细节需要很久 而新礼物风格图标 落化了纹理质感 而是强化了色彩与光线 在强调设计效率的今天 费时的重度礼物风格逐渐被体态 现在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 UI与玻璃理质的融合出现 在视野中 这种梦幻的朦胧材质 学名叫做内玻璃 柔光材质 在设计中也叫做玻璃理质 俗称毛玻璃 玻璃理质风格 具备以下四点 一 透明 还原了真实玻璃的特性 二 模糊 使用背景模糊 高湿模糊 模仿磨砂玻璃效果 保证准确传递信息层级的同时 让视觉更有层次 且透气 三 悬浮 采用细微的阴影 在界面中 多以弹窗 扶窗 抽屉等形式出现 四 对边界细节的处理 采用细粒的边框 模拟玻璃的厚度 从而带来 更加精致的视觉感受 理态的设计手法 是移动UI设计历史上的重礼物 表现形式的一种蜕变与延展 作为设计师 我们需要探索开发产品的 所有潜力和创造性方法 我们可以从这些案例中 看到这种运用阴影 透明度 以及背景模糊手法 模仿玻璃形态 构建空间感的新性礼物风格 现在微信 Facebook等许多软件界面 纷纷推出了黑暗主题模式 我们发现 黑暗模式并非百分之百的纯黑色 直接创建一个黑色背景 是主观上常犯的错误 Google Material Design建议 在黑暗模式界面设计中 使用深灰色 而不是纯黑色 黑暗模式的颜色 是低饱和度的 首先原因是因为 饱和度不符合Web内容的标准 在深色背景下 会产生光学震动 从而可能会导致眼部的疲劳 阴影在大多数黑暗模式的元素中 并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阴影的使用也会被尽可能避免 由于阴影在黑暗主题中显示效果不好 表达层级结构的更好方法 是使用海拔的亮暗 背景层应该是最暗的 位置在其顶部的元素应稍亮一点 正因如此 界面能够合理的被用户感知 从用户需求出发 还要保持常规主题和暗黑主题的顺畅切换的适配原则 在设计和开发APP的时候 需要同时兼顾到这两个模式下的使用体感 通过这些案例 可以感受到 暗黑主题通过大面积的使用深色及颜色的减少 减弱 降低了设备屏幕发出的亮度 同时也满足了最低色彩对比度的要求 改善了眼睛视觉疲劳 让用户更为专注地沉浸在内容中 多年来 插画一直是设计中最强劲的趋势之一 插图是对概念的直接解释 可以用用户更好地理解产品背后的思想 除了一系列精美的插图使这一概念独具匠心之外 他们还可以更快地传递信息 插画类引导页 因为本身的视觉冲击力强 很容易就能给用户惊艳到的感觉 同时能增加趣味 使页面显得不那么单调和乏味 承载了更多的信息量 相对于传统的静态的插画 动态的插画在这几年是比较广泛 受欢迎的 插画在UI中运用会比界面的表达 更加生动和有趣 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其他风格多样的界面风格也在不断出现 无色、少色UI 采用了细线风格的无色、黑色插画 来组建页面的内容 简约的白底UI 突出了风格和内容 帮助用户分辨界面的元素 注重平衡 以及抽象几何艺术的包豪斯风格 与UI的融合 强化了记忆性 并拓展了应用范围 层出不穷的UI设计风格 为我们不断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 认识了UI的流行趋势 再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 UX新方向带来的不同体验 如今 要用大型动画给用户惊喜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更建议使用小型动画元素 来鼓励用户 用它们显示状态、更改 并帮助用户导航 交互微动效 以功能性为主 需遵循客制有度 清晰聚焦、自然流畅 这三个核心设计原则 在设计时选择合适的动效类型和持续时间 并关注反馈的响应时间 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令人幸福 微动效一般用于场景 点击按钮的反应 网站加载可视化 页面之间过度的动画 以及应用程序不同状态的颜色变化 四种范围 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移动设备上体验AR的可行性 也在不断地完善 我们一起再来看看 当前UX与AR的结合趋势 以生活网络购物为例 AR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购买钱 与商品视觉展示关联性最强 主要有四类场景 浏览商品 通过3D效果 用户能够直观浏览到商品的状态 包括尺寸、位置、角度等是否合适 形状、颜色等款式是否中意 商品与周围环境、视觉上是否和谐等等 测试商品 用户在浏览商品同时会不断地测试商品 其中包含了属性调整与效果比对两方面 这就催生了目前AR滤镜与市装的火爆市场 通过AR扫描进入营销场景 而营销场景则通常以游戏化形式表现 希望借助游戏来提升用户的参与度 提升订单的转化率 未来还可能通过提供定制化的服务 如添加个性化标签 提供定制产品等来带动流量和转化率的提升 现在各大公司纷纷入局AR现实增强领域 随着对AR应用领域深入探索 AR导航的事域不仅要考虑水平 垂直四野中的布局 规划舒适区域 还要考虑距离对于信息呈现的感受 我们来分享高德地图的AR实景导航案例 经过布局规划 将水平可视范围的空间信息 划分为超视距范围 动态空间信息范围 主要信息显示区域及辅助信息显示区域 驾驶环境下的AR导航 在操作上尽量减少了输入 从而避免司机分心 使用音频配合来提高可用性 拒绝杂乱的UI 并采用了熟悉的点击滑动操作 等使用模式 高德对未来AR还进一步提出了更具价值的愿景 利用AR视觉效果进行更逼真的强景式作用 商圈立体信息让司机开车到陌生城市时 结合AR地理位置标记 能清楚地知道所在商圈的信息 近年来 由于思维模式的改变 用户逐渐开始喜欢根据所看到的信息而做出决定 当用户在浏览数据界面时 最好一眼就能对关键信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也就是说后台界面应该是一种引人注目 简单直接的导航方式 在疫情发生之前 语音交互就具有作为未来主要的UX趋势之一的潜质 疫情之后 非接触式交互的UX趋势更是不断发展 我们探讨各种与设备交互 而不实际接触设备的方法 例如前面第一章提到过的 手势控制和语音交互 随着时代技术的发展 在未来 UI、UX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流行趋势呢? 大家可以在课后自行查阅资料 并尽情交流畅想 下一节我们将继续学习用户体验设计的流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